近日,俄国防部高调公布了六种号称未来武器的超级装备,您还真别说,俄系武器虽向类已朴素,实用著称,可在研制战略层级装备的时候,闹动还真能突破天际,至少看上去,个个都是杀手锏,那实际上又是否真那么强悍呢? 俄国此次公布的六款未来超级武器,个个傻大黑猪,性能变态,跟潜艇一样大的鱼雷,了解一下,这是波赛东和动力水效潜航器,长度近30米,体量不亚于一艘小型潜艇,拿手绝活是能在水下一千米,一每小时185公里的速度高速航行,当然那圆圆的弹头,怎么看,都不像是能达到这速度的样子。 换句话说,它其实就是一种水下巡航导弹,复大的体型,自然也没法从鱼雷管发射,只能通过大型核潜艇外挂携带,当然其破坏力也是超群的,由于采用核动力,它不再受航程限制,理论可以直接从黑海发射,达到美国东海岸,目前拦截水下鱼雷,的确比拦截空中导弹困难, 但对于这么大一颗鱼雷,其实倒核反潜难度也差不多了,典型的本末导致,港湾核动力巨型鱼雷,俄国人还顺手搞出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,它的定位也很明显,一颗航程和制空时间,接近于无限的巡航导弹, 其实类似玩意,美国早在1964年就已有了,但很快就被下马,理由是其动力来源要氧化油染料棒,由于结构限制,只能落陆在弹体之外,这就相当于导弹在飞行过程中,不断会向空气里释放放射性物质,导弹不一定能打的对手,但先把自己污染一通, 值得一提的是,以上三款武器,波赛东,它们分别对应了海神,高二级文学作品,以及民族英雄的文化元素,这种全民参与,且增加国防教育和文化意识的做法,很值得我们接见,RS-28FARMT重型洲际导弹,这玩意为啥新奇的,虽说可以把弹头送到近地轨道,从而得到每秒7.9公里的第一宇宙速度, 但这种事情大多数远程弹道导弹都能做到,还有就是号称能够刺穿美国反导系统的KH-47M2匕首高超音速导弹,据说能达到十倍音速,它很大,很重,即使是米格31也只能装在一枚,其实性能本身并不出彩,对于俄军而言,无非就是多了种打击手段,接近于积累的存在, 再说说先锋高超声速助推华翔弹头,这可能是这六种武器里面最有价值的装备了,它的打击方式很奇特,由洲际导弹发射至80公里高的大气层,再保持20倍音速的高速华翔,抵达目标上空后,以接近垂直的角度进行俯冲打击, 由于外形扁平,还涨低了被雷达探测到的几率,采用了红外刀野头的美国陆基动能拦截弹,对此毫无办法,而毫米波雷达引导头的爱国者导弹,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拦截,但射程又是硬伤,所以这个滑翔弹头,其实很难对付,很可惜,对于俄军而言,目前只停留在动画, 而此领域已经颇有件数的净是我们国家,中国高潮因此花响武器,已成功进行多次试验,进度领害全球,俄国经济一直不景气,但作为传统军事强国,他们有这个习惯以及动机,却把有限资金投入到国防,既然海军没法和美国比,那便大力发展反舰武器,既然美国架设了个反导系统,那便大力发展, 突防武器,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先进装备失去用武之地,从而瓦解他们的战略优势,可惜这六种让他们引以为豪的超级武器,都是在恳前苏联剩下的老本,而且大都只停留在CG,平常真用得到的装备,比如航母,以后可能还得让中国帮忙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